男人愿意给你这五样东西 一定是把你当作你一半来对待 在感情中 男人的爱都是要么深爱 要么不爱 对待爱的人 男人会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 一个男人愿意给你这五样东西 那么一定是爱你入骨 把你当作你一半来对待 第一 给你陪伴 所有的爱都是离不开陪伴 这是最直接有力的告白 一个真心对你 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花时间陪你 不会让你感到内心的惶恐 会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真诚和爱意 二 给你耐心 爱你的人肯定会对你百般包容体谅 或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耐心地教导你 而不是去随意伤害你 一个男人只会对自己爱的人 百般柔情 有耐心 没有丝毫的情绪变化 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真的是非常爱你了 三 给你尊重 一个女人最在乎的是男人的关爱 但同样在乎男人是不是尊重自己 因为爱的前提就是 你当平等人对待 对你能够体谅尊重 不会按照自己的心意 而是做什么事情都会遵循你的意见 所以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尊重你 把你捧在手心 四 给你金钱 很多时候 金钱是很好的考验 一段感情的重要因素 因为一个男人舍得为你花钱 那么一定把你看得很重 愿意在你身上花心思 如果是不爱你的人 估计是一毛不拔 所以一个男人愿意给你好的生活 不愿让你受委屈 那么一定是很爱你 五 给你安定 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目的无非就是想要跟他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真正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给你安定 给你一个家 不会再让你四处漂泊 会给你一个未来 不再让你受委屈 给你最好的爱和保护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